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1号的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今天A股这边从指数看是一个指跌反弹的表现 截止收盘上阵这边是上涨了0.21% 创业版这边则走的相对强一点 全天是上涨了2.37% 并且市场的交易情绪今天也是保持的不错 量能方面虽然今天是一个小幅萎缩 不过也是一个接近万亿的水平 全天是合计成交了9900万元左右 那么北向资金这边今天北向资金也是净流入23.98亿 从这些地方来看 你可以说今天A股走的算是比较强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今天盘面上有将近一半的个股都是下跌的 并且伴随今天下午互升指数相对弱势的表现 大盘在下午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量能萎缩 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 今天大盘其实严格一点来说 应该算是一个弱势震荡的表现 那么虽然从技术面来看 今天创业版的这根阳线 基本可以化解一些创业版指数短线的风险 不过对于指数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上证指数3280点这个位置 假如星期四收盘前 上证指数能够有效站在3280点上方的话 那么未来一到两周 A股基本上就是在3250到3320之间震荡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可以相对比较放心的去选择个股做短线操作 但假如星期四收盘之前 上证指数没有能够有效站在3280点上方的话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在操作个股的时候 也要留心下半周或者是下周 上证大盘向3190点方向靠近的可能 这也就意味着你在操作时 可能要做的更短一点 总结一下 就是星期四收盘之前 你只要看到上证指数出现过有效站上3280点的情况 那么这一两周之内 你就可以不用去太多留意指数 但假如星期四收盘之前 你没有看到上证指数出现过有效站在3280点上方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操作时 就要预防一下指数可能会在下半周或者是下周出现的回撤 那么对于板块这边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龙虎榜和北向资金个股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目前的看法 那么今天在龙虎榜上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值的个股还是比较多的 一共有17家 那么分别是消费电子这一块的运种科技 德明利 智利方 广性材料 安节科技 以及顺落电子 然后是和电动车这边相关的标榜股份 南都电源 天山旅业 民科经济 蓝小科技 以及光阳股份 然后是和新能源这边相关的 木邦高科和粤安心财 接着是和军工相关的新竞钢和航天发展 然后是因为欧洲目前的气光 而使得资金关注的大元凤业 那么北向资金个股这边 那么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前六名的分别是 宁德时代 华友孤业 比亚迪 中国中勉 普太来 以及长安汽车 而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超过一个亿的只有三家 分别是贵州茅台 天赐材料 以及招商银行 那么对于板块 我们提五点 第一 在出现上证指数有效站上3320点这个情况以前 操作上我们还是尽量以小市值 或者是流通股本比较小的个股为主 第二 假如下半周或者是下周 出现上证指数靠近3190点的情况 那么目前盘面上的操作热点就非常有可能会出现变化 第三 根据目前最新的媒体消息 陪洛西可能会在8月2号抵达台湾 假如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后续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反制措施 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就会是一个可以去投机的操作点 第四 消费电子这一块最近两天的反弹 我们认为其核心还是在于消费电子整个族群目前的位阶比较低 但是整个消费电子行业目前厂方的高库存问题 短期内很难解决 所以我们不建议去跟进消费电子这一部分 第五 板块目前和个股一样都是一个轮动的格局 所以短线操作我们还是建议在新能源 电动车 机器人 锂电池 这么几个方面去寻找个股的轮动机会 那么这就是今晚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